然後她就說不要啦 拍人家神主牌 我說進去拍一下啦 我都在這陪你了 那按了電梯啊 說你去拍 你去拍 對 然後重點是那個時候 其實她會很害怕其實在發現神主牌之前發生一件事是 我們當天是住七樓 然後我們要想說下到一樓 然後一層一層往上拍 然後就按往下的電梯 然後我們就門打開 然後我們進去 然後就有那個電梯 瞬間就往上衝到十二樓 然後打開門 然後裡面都沒有人 應該都尿出海了 哈囉 歡迎收聽地產詹哥老實說 我是詹哥 本集節目由信義房屋贊助播出 這集節目呢 我們要來聊一聊就是 到底在地產界的記者們都在忙些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專題的發想 是因為大家都不論我們寫什麼 大家都說我們是在業配 但我們真的是要站出來喊怨 我們其實也有辛苦的一面 所以我今天邀請了兩位就是非常辛苦的跑線記者 一位號稱地產界記者的衰咖 歡迎韓森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韓森 為什麼你是衰咖? 因為就是專門住兇宅 還有就是去摸大體 他其實跑線的經驗大概多久? 跑地產線 跑地產大概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時間 他就已經住過全台最兇宅 對 然後也有去扮演過李醫師 一日李醫師 對 沒有錯 那在我 在我們兩位中間這一位就是一位 地產界的大哥 他現在做的很 就是很老型窄窄的樣子 我有點不敢惹毛他 對 有點可怕 地產界難霸天 歡迎劍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TJ新聞雲地產記者 陳劍宇 劍宇 跑線的經驗大概 差不多十年了 十年 真的看不出來耶 你看起來滿年輕的 很少有人這麼說 太客套了是不是 好 其實我們今天第一題 我們就是要來破解大家的錯誤的想法 我相信現在就算我們這樣講 大家還是會說你們是亂講的 或者是你們是那個gay笑還是什麼 誰好就說一定要怎麼說 對 但不論如何我們還是要來講 就是大家對房地產新聞最大的誤解 就是我們都是在業配 跟打高空 就是幫業者說好話 其實這個問題 我相信真的很多民眾會有這種想法 很多的讀者其實看到不管我們寫什麼 他們都會說這是業配 業配 就連以前在錢東家拍地產美女 他們也說這是業配 對 那 那不是業配那自肥 可以這麼說 對 但是說真的有的時候真的很想要跟這些網友聊一聊 就是說 我也希望這是業配 如果我有拿到錢多好 實際上其實根本都沒有 那我覺得民眾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可能在於就是說 也跟市場氛圍有關 因為說實在在這十年來 我進入地產業界當記者 這十年來其實房市一直都是屬於比較多頭的 那比較多頭的狀況之下的話 就可能有很多的案子其實它賣得不錯 那我們只是去反映出這個現況 那只是對於民眾來講的話 因為可能有些民眾他會認為 就是說房價已經被炒得太高了 買不起了 那你們記者還在推波助瀾 那就會認為就是說我們是在做業配 但實際上其實 如果說 稍微有一些 我該怎麼講 你對文字的理解 敏銳一點的人 對 你會看得出來就是說 是真的新聞跟是業配 其實是看得出來其中的差異 對 其實像多數的媒體啊 它所謂的業配文 跟我們實際跑線的線上的記者 它是有不同的團隊在操作的 對 那簡單來說怎麼分配 怎麼分辨業配新聞跟真實的線上新聞 我自己看啦 因為其實我也看了這麼多年 那我自己也有操作過業配跟實際的新聞 那其實業配新聞 你真的會看得出來它一面好 對 就是 而且你會發現裡面的業者的說法 可能都是同一派的業者 就是他可能都是 建商 或者是那個建案本身自己的代曉 然後或者是那個建案周圍的 say how的房仲 他講出來的話可能就是一面好 他這區域有多好啊 未來的行情看漲10%到15%之類的 這種我就覺得應該就是 或者是他會講 這個公共建設怎麼樣 比如說捷運他可能還在劃線 他就會說 這裡已經有捷運線了 就是這種比較打高空的東西 就是看起來就會比較像業配 但是其實如果是真正的線上新聞 你會發現它可能會是優點缺點參半的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告訴你 這優點到底是什麼 那另外一半也有可能是區域的缺點 或者是這個建案的缺點 我覺得這些就是可以分辨 它到底是不是業配 或者是整整線上新聞的其中的一個關鍵 我其實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其實當初自己還不了解這個產業的時候 我在看地產關於財經地產這一塊 就覺得說媽呀怎麼全部寫的都是一些 就是好像很有理想 但是完全就是覺得 感覺我達不到的感覺 就買不到 對就是感覺像是屁話 那是因為生氣而覺得它是業配 完全 然後真正進到這個產業之後 發現說其實這當中有非常多的奧妙 然後很多時候因為利基點不同 分析出來的觀點也不一樣 對所以就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但其實當地產記者沒有那麼 就是大家想的那麼好 其實還有一點是 其實我們寫任何新聞 比大家想的是 有時候承受的壓力也蠻大的 對不對 這必然的 對對對 我也寫 不瞞大家說啦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就是地產沾哥老實說 那我這邊就老實說 其實我們還蠻常寫的新聞被下架的 這樣講會不會被逼啊 但是有時候還被告 對我們也有同 就是我們地產隨咖也被告 被告過對 所以就是 比方說 以前曾經有一個賤賞啦 他常常就是 會被那個死位罵嘛 那常常在看地產新聞的人 應該也知道死位是誰 但雖然他罵過的賤商是 其實是蠻多的啦 但是如果說我們剛好寫到一則 被死位罵過的賤商 然後他可能 發現他的建築材料 我以為我在發抖欸 他建築 建築材料裡面有爐渣什麼之類的 其實爐渣不見得是壞東西 然後就寫了這一則新聞之後 整個被 就是被建商關注啊 然後也有那個廣告代理商會來關注 那意思就是說 那如果你們不下架這個新聞 或者是不修正這個內容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 今年都不給你們公司預算這樣子 當然我們記者接受到的 就是接受到的說法已經被煤化了 但是我們收到比較就是 你知道翻譯出來的意思就是這樣 對 所以就還是會遭受的 那你心裡會有不高興 畢竟你跑了很久的新聞然後寫出一篇 寫出一篇你覺得就是你自己有觀點的東西 然後最後就這樣 就下架了 對對對 還是會還是會覺得說 所以你就會always圈圈叉叉這樣 一定會圈叉的 對 曾經有做過在就是描述就是說 首購族他們的辛苦 就是他們因為房價漲 所以他們買不起市區的房子 必須要買到比較偏的地方 那那個大樓就是 只要在陽台就看得到那個夜總會 對 那也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但是 就事實啊 對事實 那只是說我們也是要顧及就是說 建案在銷售 所以我們沒有拍那一棟大樓 那也沒有把他的名字寫出來 那可是 就會 就會 就是 代銷就 氣噗噗 就打來罵啊 什麼之類的 講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然後甚至還也曾經跟我料狠話 那我就覺得 怎樣跟你慶聚是不是 是沒有啦 然後但是因為他 他實在是很瘋狂的傳訊息後來就不理他 然後他又說什麼 不敢接電話什麼之類的 我已經 第一通第二通已經好生好氣的跟你講 我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也沒有拍到你的案子 那事實上 你確實在你們這個建案 你只要是面馬路的第一排的 都 陽台都看得到 那 這就是事實 客觀的事實啊 那 可是我也很 善意的不去提你這個建案了 那 你還是要這樣子的話 那 我就不理你了 就沒什麼好講的 統稱這種人是心理作祟 對 而且我覺得發現有的時候就是說 代銷 可能是因為他們背負著這個 要賣房子的這個業績的壓力 所以 他們有時候的反應會比建商更強烈 因為有很多建商其實是他 不一定在乎這件事情 對啊 那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基地條件是怎麼樣 可是代銷就會很瘋狂的就是 好像瘋了一樣 希望你把那個新聞拿掉什麼之類 對啊 那我覺得這是很不智的 可是我有遇過就是 因獲得福的代銷 就是 其實有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次我寫了一個案子 他應該是說他代看 他那時候案子還沒有公開 但是他代看的話 要先支付十萬塊的費用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為了這一個 他應該是一個投訴的新聞 那他為了這個投訴的新聞 就我們就有攝影記者就出動 然後因為他是在戲子山上的一個建案 然後他就出動空拍機去拍那個社區 對 然後拍了之後就回來 就寫了這一則新聞 一開始代銷也是覺得有點沒送 就覺得說你幹嘛把這個寫出來 因為這個 說實在真的是一個怨打一個怨哀 你願意給十萬你進去看 就提早找鳥去看房 那你願意你為什麼要投訴 但是說也奇怪喔 就是這則新聞出去之後 反而他們當周接到的 就是要去預約看屋的人暴增 就是他們就說 因為那個空拍機去拍那建案 把他拍得超美的 對 結果就變成大家就覺得 這個社區真的看起來還不錯 結果就變成說他 就因為這一則新聞 其實本來是負面的 後來就變成一個正面新聞 然後代曉也很高興這樣 那其實說實在也有很多建商 他們是抱持比較 你知道寬大的行雄去看待這一切 像我聽說 寶咖咖 他就從來沒有因為負面新聞 告過媒體耶 或者是 是因為太多 他想說網路論壇都處理不完 還處理不完 對啊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跑房地產的記者 還要有一樣轉場 就是你的 你的人腦其實就是一個google map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是一個路痴的人 跑房地產真的會蠻累的 因為像我們 比如說我跟劍雨 大概就是十年的房地產經驗 那如果說以我們一週看 比如說一到兩個建案來講 十年累積下來我們看了應該也超過 也大概有一千場吧 對啊 那如果說是這樣 其實有的時候 真的你到了某一個地方 那一條路你走了十次 二十次 甚至上百次 你就真的會知道說 或許是 有時候就是你經過那條路 這間雜貨電倒了 會發現這些商圈的變化 對 然後說實在就是 建案看多了也真的是 有時候會真的還蠻無感的耶 對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 在以前還沒有進入這行業之前 看到這些豪宅啊什麼的 就覺得高高在上好像很棒 可是看久了之後你其實就 對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台灣的建築其實 我覺得都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當然我們還是會看到一些 會讓你覺得很驚豔的 這個真的設計很不一樣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普遍因為大部分的房子 就是蓋給比如說 手購或換屋的產品 對 那這樣子的產品其實 變化就不會那麼大 對那看久真的是就是 無感喔對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應該都有遇過一樣的經驗 就是朋友知道我們在跑房地產 所以他們看到我就會說 欸那你覺得現在可不可以買房子 這句經常被問吧 常常 然後會說比如說住蘆洲 然後他就想買蘆洲 他就說那蘆洲現在房價是多少 對我常被問 就我們就是會變成一個 就是你知道人肉的那個 實價登錄機器 就他們輸入 你覺得蘆洲的公寓多少錢 對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喔現在蘆洲一瓶大概 嗯三十幾 就是要大概就是馬上要講出一個數字 然後告訴他們你覺得 覺得現在是不是合買 然後告訴他說新基安線已經四十幾塊五十囉 嗯對然後他們有時候就 喔怎麼這麼貴 我就說嗯因為方便啊 過一個橋我就台北市了 可是其實我覺得就是大家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回答 我先講我的回答 我會我會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都是適合買房的 是看你有沒有錢跟那個需求 嗯對對任何時候 有時候比如說喔在SARS的期間 你覺得喔好恐慌喔我不敢買房 可是那時候買房的人 現在都賺一波了欸 賺翻了 對啊但之前房價高的時候 你說你不太適合買房 不敢買房不敢出手 但跌的時候又說跌的時候也不敢買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能買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 那一個頭期款的 已經準備好一筆頭期款 然後你覺得這個時候你該買房了 我覺得就是最好的時機點欸 你們會怎麼回答啊 我會先問說你買房子是自己要住還是要投資 投資的話你要評估的就比較多 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自己要住的話 我覺得隨時都是 你只要覺得OK就買 對啊像你應該已經買了十幾間了 在大富翁裡面 因為我們以前常常在新聞媒體那邊看到 就是說有一些社區啊 他們反對有什麼附近有些什麼啊 會讓我們的房價下跌啊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你自住的人出來講這種話就很沒有意義啊 對不對 你既然是自住你沒有要賣 那你為什麼要管現在價格 到底到多少 那同理你在買的時候也是一樣 如果你今天是打算要長期自住的話 那你覺得能力可以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你能力夠 你能力夠的時候你就可以買 那能力不夠就真的不應該買 對啊就是很簡單的啊 就是房價在最近的這幾年的趨勢看起來 就是其實就是一直在漲 對啊那我們用個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去年到今年房價可能差不多漲了有十幾趴二十趴 那如果你去年一個房子你想買沒買 你到今年的時候多了十幾二十趴再買 你還想期待什麼 對啊 對 這個我覺得就是以自住觀點來看的話 你就是你覺得可以買就買了 那重點在於就是說你的能力能不能負擔 然後這個生活環境是不是你要的 對啊那可是如果是投資的話 那可能要考慮就比較多 因為投資這種東西就是有風險 那投資型的產品最近在打草方 這種東西其實也不是那麼好處理 對啊那尤其像這種房地合一之後 他又把這個年限拉長 即便你在預售嘛你也是要持有蠻久的一段時間 才賣掉才不會被課那麼多的稅 那這樣子的話 投資產品的話就要多考慮一些 沒錯沒錯 是其實我們房地產的記者就是不只羊宅要管 對 我們鷹宅也要管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來進入那個衰咖的部分 就是大家想說房地產記者好像就是常常去建案採訪 然後你就去接待中心 然後甚至你進去別人不會進去的豪宅 感覺好像很令人羨慕 可是其實我們也有就是還就是辛苦的一面 對那當然我們的辛苦可能又比不上一些比如說社會記者啊 他們要跑比如說什麼失事現場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就是其實我們也是要承受一些 壓力蠻大的喔其實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住過那個全台最兇宅 對 住一晚的感覺 你當時接到這個指令 心裡是全差的嗎 對我心裡就是三字經先罵個一百遍 然後就覺得說 天啊為什麼要我去住 然後就說沒有啊 因為現在那裡面就是有 可以說嗎就是裡面有一些在租給別人的 就是日租套房的一個形態的出租 然後就說 然後我昨天就說 你現在就去定一間馬上進去住 然後我就說 兇宅耶 他說對啊你進去住看會不會鬧鬼 你敢跟你爸媽說嗎 你今天晚上要去住外面 我不敢跟我媽說 然後 但那裡面真的蠻可怕的 就是走進去就是一個很像迷宮的感覺 然後 當時我覺得最妙的是 我搭到六樓的時候 有一整排就是一百多個神主牌 就在走廊旁邊 然後我那時候就 死啦 吵死啦 然後我就跟攝影說 欸 進去拍 進去拍 那攝影就 攝影大哥要持續不前 對 然後他就說 不要啦拍人家拍人家神主牌 我說進去拍一下 我都在這陪你了 要按著電梯 說你去拍你去拍 對 然後 然後重點是那個時候 其實他會很害怕其實在這個 發現神主牌之前發生一件事是 我們 我們當天是住七樓 然後我們要想說下到一樓 然後一層一層往上拍 然後就按往下的電梯 然後我們就門打開 然後我們進去 然後結果那個電梯瞬間就 往上衝到十二樓 然後打開門 然後裡面都沒有人 應該都尿出來了 好像衝的那一顆 應該就馬上就尿出來了 然後他就瞬間倒退 我說幹嘛 他就說欸 電梯往上 我就說喔 是喔 所以攝影大哥那天是很man的那一位嗎 很man 就是 就是有小孩的那一位 我們講有小孩的那一位 其實站在他後面喔 所以我是被他倒退有點 噢 幹嘛 然後我也嚇到了 後來到頂樓 發現有那個土地公廟 就覺得超妙的 然後我當時他就打給就是一些風水老師 就是欸 為什麼要就是土地公廟 然後他就說 喔 因為這邊很陰 他要來鎮壓 不然這邊會意外頻傳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 有發現就有非常多住在裡面的人 都會上去拜拜 但是就是呈現出就是呆滯這樣拜拜的狀態 你不要這樣說 裡面現在其實還是有租客啦 對 有 但也有人說他覺得沒有感覺啦 對 然後後來我有問他們的管理員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 我現在都沒有事情 然後這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 然後後來訪完隔天 就我就問攝影說欸 你要陪我租 因為我覺得蠻可怕的 然後攝影就說我不要 就留你一個人就對了 對 結果隔天換了一個攝影來 對 你後來隔天 你從那邊出來之後有再去廟裡走一走 有 而且我 我離開之後 然後我就 隔天就是攝影的長官就來接我 然後他就說 欸 你臉色怎麼不是很好 他是不是還有買早餐給你 沒有 他就說不行 你現在印堂有點黑 我帶你去吃早餐 然後就帶我去吃 當地的今天很有名的那個探烤三明治 然後吃完之後他就說 欸 我覺得你這樣子不對 然後就帶我去行天公放我下車 你是嚇傻了啦 對 我真的蠻嚇到的 但是我主管也蠻變態 就隔天就請我一定要 欸 變態兩個字要B掉嗎 喔 B 他就蠻B 對 反正他就叫我就是 當天一定要寫完 因為他說這個很有點 因為你要很勁爆 然後就馬上寫完 然後就有點傻豬了 就是本來已經好了 然後又開始寫 又陷入那個情緒裡面 對 然後就喔 喔 死定了死定了 然後就又 又沉浸在那裡面 真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的經歷跟我比起來 就是真的是小巫見大巫